大家好,我是桑普,早晨 跟大家讲一下 很多小动物就会被人道毁灭 人道毁灭就是被杀 为什么会被杀呢? 香港的官是几个麻木不仁 他说这是必要的手段,没有其他选择 是不是真的这样呢? 2000只仓鼠等小动物被人道毁灭 因为一个动物店的店员确诊 就导致了2000只仓鼠被人道毁灭 就是被杀 11个仓鼠样本是呈阳盛这样说的 他说香港疫情仍然紧张 铜锣湾一间宠物店 有女店员在17天确诊 定罪结果显示感染Delta变异株 而且感染源不明 你看到已经去到死区的传播 记住这个不是Omicron,是Delta 就是什么意思呢? 印度变种 中国武漢肺炎,印度变种病毒 就不是那种南非洲的变种病毒 OK? 就是不是Omicron 店内的仓鼠採检样本 环境样本也都验出了病毒 曾经到访的一名女顾客已经确诊 就是女店员确诊Delta 女顾客也确诊 女顾客的丈夫也初步确诊 基本上是死不去的 你不用担心那些人死了 不会这样的 只是确诊的 香港政府当局 昨天表示 全香港反售仓鼠的宠物店都需要停业 所有仓鼠是被人道毁灭 即是杀光 不断杀光他们 OK? 香港政府的愚弄署 也都宣布即日起 停止相关小动物的进口 尤其是仓鼠 并要求出口国家 为小动物在出口之前 採检 很奇怪 你是香港有个店员惹到仓鼠 还是高的仓鼠本来已经有菌呢? 不知道 但他不管全杀 OK? 包括星岛日报、明报等多间的香港媒体 在昨天报道 铜锣湾一家名为Little Boss的宠物店 有一名23岁的女职员确诊 但由Delta变种病毒 它的染疫源头未明 店内的仓鼠样本、环境样本都验出 武漢肺炎病毒 目前又多一名曾到房店铺的67岁女顾客 确诊 而她的丈夫也是初步确诊的 年纪比较大 卫生服务中心的总监徐乐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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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说明了 当我怀疑至少有两个传播可能 除了人传人 不排除动物传人的可能 一人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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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就是 这个病究竟是 你在那个地方 深刻人传给你 还是动物传给你 是吧 有没有想过你传给动物呢 是吧 就是这么简单 因果关系 搞清楚 是仓鼠将毒传给人 还是人将毒传给仓鼠 先后次序是怎样的 我现在搞不清楚 港府的鱼龙自然护理署处长 梁绍辉的说明 已经抽出了Little Boss寵物店 超过100个样本 其中11个仓鼠的样本呈阳性 另外大埔仓库的环境样本呈阳性 但动物样本仍然在测试当中 现时铜锣湾Little Boss 和大埔工业中心动物仓库 有一千只小动物 为了降低风险 会人道处理 什么人道处理 杀就失 会人道处理 那我不是需要人道处理你呢 是吧 徐乐坚 好人道处理你 什么中文 所以别说 以前我们小时候 人道毁灭 都说毁灭 什么人道处理 什么 优化 人道处理 什么匪语 杀就杀 是吧 可以 会杀死大约一千只小动物 全港共计三十四间可以卖仓鼠的宠物店 一律暂时停业 不论是否已经出售 都需要采检并人道处理 那些人道又杀 采检并杀 采检完之后 杀就不简单 仓鼠大概一千只 必须扑杀的动物总数 大概二千只 包括 仓鼠和小动物 什么是小动物呢 什么是小动物呢 小狗仔算不算 蜗牛算不算 你是不是蜗牛 你弄点盐下去 虐待他 是否捉了那个 理大某个人去 蜗牛不行 那你说 你杀小动物也可以 你会杀鸡 鸡用牛刀呢 还有你说真的 你杀了多少无辜的生灵呢 濫杀很多的动物 什么是小动物呢 有仓鼠旁边 有兔子 兔子是否杀呢 他就是 桑普 一定不会跟你算账 好了 小小的熊仔 那是否杀呢 那为什么就是说 旁边有狗 有狼犬 那是否小动物呢 那是狮子 是否小动物呢 那是不会 不如说 你有一些 猫 猫 狗 那那些算不算呢 是吧 还有很多的 那乌龟算不算呢 没有只追的 乌龟算不算呢 所以我不知道 什么叫小动物 那梁绍辉就说 当局即日起 停止小动物进口 特别是仓鼠 并要求出口国家 为出口之前 为小动物去检测 那是这样的 梁绍辉就说 去年12月22日 1222日 去到今年的1月7日 有两批仓鼠 由外地进口 进入香港 这两批风险比较高 渔户处强烈建议 在12月22日或之后 在香港任何地方 购买仓鼠的民众 要将仓鼠交给渔户处 人道处理 就是杀 什么人道 杀 就不简单了 就是把他杀光 那你买仓鼠 麻烦你交给渔户处杀光 行不行 你要什么呼吁 人家不给可以怎么样 对不对 卫生防护中心声称 在12月22日或之后 买仓鼠的民众 要强制检测 如果交出仓鼠 对这个武汉病毒的 检测呈阳性的话 那个 试养的事主 就是那个 试养的自主 就是那个 动物的主人 都要检疫 就是 14日 现在不是21日 现在是14日 我不知道 你说Omicron 会使用21日 更加14日 那这些染疫的Delta 那14日还是21日呢 我就完全 荒谬的出论 我不知道他怎么办 总之14日 现在就这么简单 这个是 上次根据台湾平台日报的一些报道 但我只是告诉大家 有几个疑问和大家说的 首先你要搞清楚 因果关系先 究竟是动物传人 还是人传人 还是人传动物呢 现在呢 客观事实就是说 有部分仓鼠有阳性反应 有部分的人有阳性反应 这种情况呢 就是我们人担心自己 不过是三种可能性 人传人 仓鼠自己 从自己传仓鼠 这是第一种可能性 第二种情况就是 仓鼠传人 第三种情况就是 人传仓鼠 我哪知是哪个 是吧 那你动物就是人道毁灭 是不是人要杀光它呢 你用这样的黑心墙 来做事的话一定不行 所以先搞清楚 那个事物的本质 你将所有的仓鼠 全部人道处理 是一件对的事 很简单的嘛 你要有这么多检测的能力 你要成一千日仓鼠 全部杀光它 你根本上不是尊重动物 好了 你的动物保护条例 人家尖东那个浑水池那里 灑点盐 去那些蜗牛那里 没有脊椎的 照样罚人家 拉人家又拉又锁 现在你这样 揽杀这么多动物 声称是人道处理 四个大字 人道处理 其实就是杀 揽杀 那你有没有搞清楚 如果人惹了动物 你揽杀那些动物的 喂 冤有头债有主 你是不是杀了那个人呢 你有多少生灵 去诅咒你呢 另一样就是说 如果动物传给人的话 那这个是没有根据呢 我就知道 这个所谓的病毒 是人传人的 你认为病毒是由仓鼠传给人的话 你有医学根据嘛 你说这些医生 没有人说出医学根据 你不懂 没有人说你什么的 不要紧要 你就不懂 我只是说 有没有更人道的方式呢 我就告诉你 因果关系才要搞清楚 第二样东西就是说 你去针对这些动物 有没有更加好的措施 OK 即是譬如说很简单 你将仓鼠 划分为不同的category 因根据它远近不同的category 在某个地方再验 验了之后 发现到 仓鼠这些地方没问题的 不用杀它 第三 你不是叫那些人交仓鼠 你叫那些人交仓鼠 是确定了仓鼠传人 即是你今天如果是人传仓鼠 或者是人传人的话 你不可以将12月22日之后 在香港任何地方购买仓鼠的民众 要他们交出来给园户处 杀的嘛 你只有当这一批仓鼠 它是第一个host 它传给人的时候 你才去杀这批东西 如果这几个人 即是刚刚说的几个人 那个女生 店主 顾客等等的人 是这些人先染疫 之后将病菌传给仓鼠的话 不好意思 你杀这些仓鼠的话 明明它染疫 但 你是叫其他 12月22日之后 买仓鼠的人 全部要杀 你是不是根本上是 吻灭人性 吻灭天良 去残害生灵 你根本上没有一个科学的原因 告诉大家 究竟病毒如何传 在没有这个情况之下 你剥夺别人 我会动物的一种爱心 剥夺别人的 动物的所有 对动物的所有权 是不是超越了一个 基本上的合理的原则 宪政的原则 当然香港已经没有宪政了 不用想了 除此之外 你会看到 你会现在 就是用这个方式 限制所有的东西 去进口 就是说你首先要确定 仓鼠是有问题 仓鼠不是本身有毒的东西 在某个地方 你要先搞清楚 在某个地方 那个地方 播毒给仓鼠 譬如刚刚讲的 这批仓鼠哪里来呢 如果他由A国来 那A国来的仓鼠 block就可以了 为什么要全部仓鼠都要block呢 这个问题 A国染疫的仓鼠 去到这家铜锣湾的宠物店 那你麻烦 就由A国来的所有仓鼠停 暂时停 明白 同意 但你全面的所有仓鼠 就是这个问题 再有一点 为什么旁边的小动物都要杀你 还有你不讲什么小动物呢 好了 今间的宠物店 通常是那些 我以前家里有个红萝卜的 专门养兔子的 一定有只兔子 在窗口 我不知道这间宠物店有什么名字 通常养瘡鼠旁边就有兔子的 兔子之外 有猫的 有狗的 很多的猫和狗 可能就是寄在那个地方 寄养在那个地方 比如那个屋主出过一段时间 寄在一个宠物店 不是说要等待卖的猫狗 好了 那些都要杀 什么小动物 你从来都不讲清楚 什么小动物 就是小喇叭 什么小喇叭 讲得很清楚 粗口的意思 但是小动物 你说清楚 是什么意思 什么小动物 你说 比人小的那些动物 那么惨 那些狗 那些猫 那些乌龟 那些蜗 那些蜗 那些兔子 小仓鼠 所有这些东西 全部都要杀 整家宠物店 就全部死了 那问题 你怎么赔偿给人 钱的问题 第二 那么多人的感情 可能他们就是说 视他们这些宠物 如己出 就是好像自己的孩子 都一样 杀了他们 寄养都杀 怎么搞错 鸡真做得出的东西 我意思是鸡的那些 这个就是荒谬 这个另一个极端 但是你什么都杀的话 居心狠毒 是不是 什么叫小动物 猫狗不是小动物 是不是 这么简单 乌龟 乌龟都可以 很简单 用一个逻辑想想 仓鼠是一个 暴雨的动物 那它本身 它会不会传给一只 乌龟呢 乌龟没有只能追 它是否这样受感染的能力 我先问你 什么叫小动物 所以搞到这么久 都没有说清楚 只是在那里大骂 杀 然后用一些名词 就不叫杀 就是人道处理 我看这个真的很有趣 我告诉你 当光复香港之后 我要人道处理了三万个警察 我要好人道处理了三万个警察 行不行呢 不是毁灭 不是毁灭 不是杀 我人道处理你 什么叫人道处理你呢 就是人道 总之是有人道的处理方式 不需要说得明白 那我需要不需要人道处理你 扔PK 人道处理你 李家超 人道处理你 郑若驊 人道处理林静岸 人道处理习近平 就是这么简单 我也想人道处理你 现在他今时今日 已经去到一种失心疯的地步 见到有问题的 就觉得那些是疫症来的 很大件事的 会死的 会医不好的 没有药食的 死定的 美国永远失调的 然后自己废话了的 说得好像含包散那样 含笑半步断那样 就是我跟你说 这件事是荒谬的嘛 这件事是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OK 有些情况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但是我会告诉你 你与病毒共存 我可以跟你说很多次 就这么失心疯下去的话 我们最大的忧患 并不在于疫情 是在于暴政 就是在于牵制我们的独裁政府 今天美国 就算败匪千错万错都好 他与病毒共存 这个做法是对的 就是这件事我一直推了很久 特朗普都知道 是民主党很多人禁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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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 没问题就是它的致死率、冲政率在下降 所以我希望大家要顾念到这一点 不要将这个疫症视为疫症 以后好像伊波拉、沙士那样看这件事 不是这样的事情 这只这样的管不会死人那么多 而它的致死率已经逐渐下降到和流感差不多 不需要来 我们有些风险是没办法避免 你花太多的成本住这些东西 在牺牲人的人权和自由 希望大家明白 我们希望有一天 希望人到处理 我们应该处理的人 OK 也希望这些小动物 行面渊难 香港的动物 爱护动物的一些组织 动保组织 动物保护组织 say something OK 我说的就这么简单 不可以用这样的理由去杀了这么多的生灵 是应该要区夹 如果真是染疫的 没办法 真的要杀 没办法 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医的动物 明白 也希望它不会整个host 来播菌 OK 但你说没有染的 即是说 是否可以区隔的处理 减少伤亡呢 同时 很简单 在宠物店之外 那你搞清楚因果关系 哪个先哪个后先 你这样 无区别不同国家进来的小仓鼠全部杀了 还呼吁人家 12月22日所有的小仓鼠全部要交给疑护处 人道处理之杀 是不是对 还有什么小动物 我到现在都不清楚 因为它杀仓鼠还要杀小动物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明辨是非 然后就好好这样去处理有关问题 有些事情是基于你的良知 基于你的正义感去做一些事情 不是说呢 它紧根据这些所谓的呼吁去做事 希望大家有所明白 下一次再说其他问题